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是彭麗媛的家鄉 現在突然一下爆紅 郭友才原名國壯 是山東河澤氏人 他從去年12月26日開始直播 之前一直沒有起色 最近因為翻唱樂言迅速走紅 按照直播一萬音浪 主播可以提取現金將近500元的標準 有人計出郭友才每天的直播 收入也有幾百萬 郭友才抖音帳號擁有1895個專屬會員 開通單月會員需要980鑽石 也就是140元 開通年費會員需要1680元 而他有將近2000個會員 25歲的郭友才走紅才只有10天 就已經賺到絕大部分人一生都無法得到的財富 有消息說郭友才被當地一家MCN機構簽約 簽約費高達5000萬 不過這個信息未得到證實 郭友才唱歌雖然沒什麼技巧 不過充滿了感情 一下子就可以搓重無數人的內心 令人感受到大陸底層百姓的掙扎和無奈 有網友說他唱出的《痛》 布洛芬都指不到 有人說他走紅 就是因為他真實、自然、質撲 不過分析認為 郭友才火爆的背後 有抖音平台在推動 他的成功不能複製 他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草根液襲的故事 1999年 郭友才出生在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 在他十歲那年母親去世 被這個家庭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由於家庭貧困 他要在十三歲那年絕學 走入社會 開始艱辛的打工生涯 他曾經在電車維修舖做過學徒 也在飼育中心擔任過前台服務人員 還做過房產銷售員 二十歲那年 他認識女友蘇搶 當時他幾乎一貧如洗 不過蘇搶的家人都沒有嫌棄他 在走紅之前 他日後在河站南站直播唱歌 晚上和蘇搶擺賣燒烤 雖然辛苦 不過兩個人沒有因為生活而抱怨過一句 在這個月9日之前 他的直播一直沒有起色 一日收人不夠300元 由10日開始 他的抖音帳號突然快速入份 截至19日在10天之內 他的粉絲數量佈置一千多萬 直播時 他穿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服裝 頭髮向後梳 留了一圈放蕩不羈的胡蘇 他的造型 令人不禁想起 藝員黃寶強 在電影《樹先生》中的打扮 他本人更加自稱是 何宅樹哥 郭友才爆紅 令到何宅南站成為網紅打卡點 何宅南站始建1978年 不過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停運 暫前廣場在晚上一片漆黑 人跡刊字 郭友才直播帶紅了何宅南站 全國的主播又四面八方蜂擁而至 郭友網紅也賣堆上場 根據官方數據 何宅南站每天接待旅客 超過四十萬人次 何宅市政府反應迅速 直客對荒廢多年的南站 進行改造升級 漏夜修理了通往廣場的路面 各路商家也增鮮湧口 在廣場搭起臨時帳篷 山東省民旅何宅市民旅稿 發布多條抖音影片 點讚郭友才的勵志經歷 邀請他推介何宅當地的美食 17日 何宅民旅局發短片說 郭友才被評為 何宅民旅推薦官 郭友才直播時 當地官方派出警察、保安 在廣場維持秩序 三大電信運營商更加是通力合作 全力保障網絡信號暢通無阻 為了保障郭友才的網紅效應 何宅市貿丹區還成立了網信辦宣傳部 團委、民旅、城管、公安、司法等部門組織的工作專組 有微博博主評論指出 郭友才走紅就是因為被抖音平台選中 捧紅了就像快手平台 捧出寶君、doodoo姐一樣 這些網紅就是幫平台帶來流量 這些平台在此給港大網友傳遞一個信息 快點加入平台 你可能一夜之間火紅全網 分析認為 抖音平台要不時造星 令到港大網友相信 幸運和財富可能會從天而降 這樣才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平台 進而維持平台的持續運轉 就好像彩票平台 每隔一段時間 就要趕水一個普通人幾蚊雞 中獎幾百萬的故事 由某種意義上來說 郭友才的成功不可覆製 直到抖音平台不幫他全力推流量之後 他的流量很難維持下去 熱度很快就會下降 中國有據說是 樹大招風 很多人開始提出質疑 說國有才還可以紅得多久 果然在這兩人 風向開始改變 20日 賀澤南站發布公告說 鑑於5月至7月 考試比較集中 為營造良好環境 賀澤南站 卻不再舉辦國雷民餘活動 跟著南站出台禁止直播的通知 那裡的人氣迅速下降 不止各地的主播全部離開 就連附近賣零食的小販也紛紛離開 21日 一篇文章叫做 必須割掉 危害小孩這個全民網紅毒流 一下子衝上熱手 而且排名第一 可能就是 衝著國有才二利 衝上熱手頭條的一定是網信辦決定 網信辦是由中宣部管理 22日 國有才在山東賀澤 國花波纜園廣場直播之後宣布 將停播三天 他表示要去學習一下 分析認為 賀澤政府轉變姿態 又大力扶持直播振興經濟 變成叫停南站的直播 應該是收到了中央的指示 畢竟人潮洶湧 會被社會帶來不穩定的因素 因此就叫停了 無論國有才未來 在唱歌這條路上還可以走多久 不過我們還是祝福他好運 近日 中共環台軍演導致台海局勢持續緊張 此前美國智庫 外交關係協會曾發佈報告 分析了中共侵台的五大難關 根據外交關係協會 今年年初發佈的報告 由軍事角度分析了中共侵台 將遭遇的挑戰 第一 橫越台灣海峽充滿空險 台灣海峽 闊九十英里 波濤洶湧 一年之中 只有幾個月適合海上入侵 另外 運送幾萬士兵穿越台灣海峽 需要幾千隻船隻 耗時幾個星期 每次橫越海峽 都要用幾個小時 這樣令台灣 可以在潛在登陸點 瞄準船艦和中共軍隊 還設立障礙 第二 跨越海峽之後 登陸地點 遼遼無幾 距離中國大陸本土比較近的 台灣西部海岸 大多為淺水區 中共軍隊必須在 離海岸比較遠定撓 這樣令台灣 導彈火炮得以鎖定 台灣東海岸 都是超迫懸崖 中共部隊無法攀爬 想要進入台灣的主要人口中心地區 只能通過幾條狹窄的通道和隧道 而台灣可以摧毀 或保衛這些通道隧道 第三 台灣多山而且險峻的地形 即使中共軍隊 能在台灣建立灘頭陣地 登陸之後 仍難以在山高臨密的地形中 找到方向 相比之下 國軍有防守的優勢 可以隱藏在山林之間發動游擊戰 第四 中共軍隊 勢必會陷入台灣的戰略咽喉 海岸、港口選項有限 而且跨越台灣全島不容易 加上政治考量 中共需要奪取台灣首都 台北的控制權 但是 想要奪取台北極度困難 原因是台北屬於群山為有的盆地地形 只有少數線路可以入城 國軍可以利用這個優勢打擊共軍 此外 國軍也可以破壞大型港口 高速公路和隧道 防止中共奪成 第五 代價高昂的城市戰 由於台灣的地形 2,300萬台灣人大多數住在幾個城市裏面 其中700萬人居住在台北 因此中共想要侵佔台灣 將要進行城市戰和巷戰 將會是一場好時好之的侵略戰爭 報告最後強調 台灣在防禦方面 具有先天優勢 令到入侵行動困難重重 代價高昂 而且充滿不確定性 不過相對於高山 海洋等天然屏障 台灣人抵禦入侵的決心 可能更加關鍵 若果多數台灣人 決心抵禦 中共軍隊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中共軍隊入侵台灣 除了要面對上迅五大難關之外 北京還要擔心 台灣若果取得星鏈系統服務 將大幅增加共軍攻台的難度 星鏈是由美國英文附庸 Elon Musk 的 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開發的一個衛星網絡 俄羅斯上年發動全面入侵之後 烏克蘭取得星鏈系統服務 星鏈系統一展新手 儘管烏克蘭的電訊基礎設施遭受嚴重破壞 不過星鏈為烏克蘭提供了高速網絡 而且這套系統也難以干擾 共同社近日報導 中共軍事研究人員 上年在中國一份太空科技專業期刊 發表題為 星鏈衛星群對中國領土和周邊空間領域影響分析的報告 報告分析了星鏈 在台灣和周邊地區的情報搜集和精神能力之後 佩錦擔憂 因為中共當局發現 星鏈服務覆蓋中國 覆蓋台灣和周邊海域90%以上 至於無衛星通訊的最長時間 已經率短到40秒 京都線段科學大學 副教授土屋桂宇表示 北京擔心在入侵台灣的時候 星鏈會探測到其前線部隊的動向 敢將大幅增加共軍攻台的難度 有分析人士認為 若北京入侵台灣 可能會線切斷 台灣和世界聯繫的 14條海底網絡電纜 台灣正在測試 700個地點的天線 有些部署在台灣之外的地點 這些天線 將會通過星鏈系統 使用的低軌衛星 收發信號 好 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還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